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说起中国动漫近几年我们可以罗列书像秦时明月镇魂街等大热的作品 但多说国漫在90年代以后就大不如前 曾经的国漫到底有多厉害呢就让我们今天来品一品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部1988年的国风水墨动画山水情 高山流水之间一个老秦师在徐徐前行行至村头渡口处休息等待船只的到来 一个瑜伽少年狼划着船慢慢地靠近然后再走了老秦师 不一会儿船到了岸老秦师却突发病症倒地不起 善良的瑜伽少年将老秦师带回了自己家照料 老秦师便为少年抚琴作为报答 少年听完十分喜爱琴音老秦师便收他为徒教他弹琴 就这样春去秋来少年的琴意大进老秦师十分欣喜 同时他也在思考要如何让自己的小徒弟更上一层楼 就在这时他看见一只雏鹰离开母鹰独自展翅翱翔的情景 老秦师豁然开朗 于是带着他的小徒弟坐着小船行至深山登上了壮美的高山 少年十分神往 临别之际老秦师将自己心爱的琴送给了少年 然后飘飘然独自走向白云之巅 少年爬上高山看着恩师离去的背影 一瞬间灵感突发 立即抚琴弹奏心中之许 老秦师听到琴声回过头来 感叹小徒弟终于学有所成 悠扬的琴声在山间回响 与水墨画面相呼应 将中国绘画的水墨技巧发挥到极致 让人不得不感叹于国风的魅力 这部动画可谓是中国水墨动画的巅峰之作 被公认为水墨动画至今无人超越的典范 每一个画面仿佛就是一句诗 整个动画除了音乐之外 没有任何对白 却把人物和故事刻画得天人合一 同时运用雏鹰展翅来隐喻 我们每个人只有离开父母的庇佑 才可以成长 所以这部动画也送给各位毕业季的同学们 人生终须一别 我们也必定要远行 但未来无比广阔 大路就在前方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